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隆100.1 宜兰 彰化 台中 云林 103.5 新竹 苗栗 103.9 南投 98.1 嘉义 台南 107.7 恒春 99.3 花莲 103.7 玉里 100.3 台东 102.9 澎湖 99.1 金门 88.9 马祖 91.5 探索生活心知 世界潮流引领者 城市慢活真有趣 环境生态实践家 我要拥抱生命中的每一天 我要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刻 让生活有活力 让心灵深呼吸 你也可以是最Hitle的乐活族 现在跟着小田一起 乐活ING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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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乐活ING的节目主持人 小田 田志欣 那每个周一到周五 早上的10点 05分到11点 欢迎锁定交电台 彰化分台 乐活ING节目 每天跟着小田快乐 ING 青春ING 活力ING 那今天是星期二 大家要不要觉得这个过年很快 尤其九天秀一下就过去了 来到了上班日的第二天 那今天外面的阳光依旧非常的灿烂 因为高温 感觉这个春天提早来临 因为今年冬天 真的大衣都藏在这个衣柜里面 没有拿出来展示一番 那小田呢 讲到这个天气呢 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部地区的天气 那中部地区五县市 台中到我们这个云林呢 到这个苗栗之间 这五个县市 从14度到这个28度 为什么这个温差这么大 因为早晚真的特别冷 小田早上一起来 真的要穿长袖 但是到中午呢 可能要换短袖了 因为这个太阳的温度到2728 受不了 这个温度太高 虽然没到30度 但是呢 提改温度呢 还是会往上加 那今天星期二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 过年这个假期呢 一游未尽 一游未尽 因为我们月底 又有四天年假 那以往呢 大家说这个 元宵之前 都还算过年 一般我们这个 我们东方哦 我们这个华人社会哦 元宵姐知道 元宵之后 才告一段落 所以现在也是再过年哦 所以大家 见面还是要 互相跟大家 拜年 恭喜一下哦 恭喜一下 那 虽然是这个过年 九天假期 晚之后呢 这个上班日呢 小田还是要让大家 来轻松一下 因为 九天过后 很不甘愿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努力工作 那小田 跟大家轻松一下哦 因为元宵姐快到了 大家来 拆一拆德米哦 等一下小田 要跟大家来 做德米的 这个拆米活动哦 那有些德米呢 可能大家都有听过 有些人可能没听过 大家还是来做一个复习哦 大家有吃过两个这个 美式素食店的这个 餐饮嘛 一个叫肯德基 一个叫麦当劳 那请问呢 肯德基跟麦当劳 哪一个比较大呢 大家猜看看哦 大家心中有答案了吗 答案是这个肯德基哦 为什么呢 因为肯德基是爷爷 麦当劳是叔叔哦 那有人说是麦当劳哦 麦当劳的汉堡比较大 对不对 那不管答案是什么呢 大家这个元宵节呢 要去拆拆灯米哦 去中部地区好几个庙宇呢 或是有灯会的这个场地呢 大家拆拆灯米 也蛮不错的哦 那么接下来呢 今天星期二哦 我们要进行这个 单元是热火人物制哦 我们等一下听一段歌曲之后呢 来进行热火人物制单元哦 那 待会的热火人物呢 已经在线上了 我们 等一下 请他进场哦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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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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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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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e your shake your heart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相信自己可以 写下下下 黯淡的神话 别当个巴卡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首歌曲呢 大家很熟悉吧 这个实习医生竹格的这个主题曲 当然今天热火人物志 这个主题曲呢 跟这个热火人物有关系 因为一起疑心 而且这个医生特别的可爱 因为小田刚刚呢 在这个休息时间当中呢 看到他这个领带是小熊维尼 而且他还有一个 这个小熊维尼的这个凶针 听说是这个 我们这个医生呢 他的这个小朋友呢 这个病人呢 送给他的 而且小朋友还有人送祭幕给他 批个小熊维尼的祭幕给他 大家是不是想知道 这个热火人物呢 今天是谁来到现场的 因为他这么多东西这么可爱 大家一定想赶快认识他 好的那今天热火人物志 我们请到来自这个 彰化基督教医院哦 我们的这个 张继儿童医院 儿童骨科的这个主任呢 既骨科的资深医师哦 王伟勋医师哦 来到节目现场 那他今天主要跟我们聊聊聊这个 运动伤害 该怎么办哦 该怎么预防 该怎么做处置 那他其实呢 这个张伟勋医师呢 他有蛮多的 这一个 很多经历哦 跟资历哦 他以前还是眼科医师哦 那我们大家一定迫不期待 邀请他来到这个节目 跟大家来问候了吧 那小天就要马上 把他请出场哦 那张伟勋医师 跟听众朋友 say hello 各位热火ING的听众朋友 心理好 我是彰化基督教医院 骨科医师王伟勋 王伟勋医师哦 那我们讲到这个运动伤害 运动伤害哦 那其实运动伤害不分这个老人小孩哦 跟其他的这个族群哦 那尤其是我们过年期间哦 很多活动哦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运动伤害 他怎么造成 那大概有什么样的分类哦 那运动伤害哦 其实不管是像小田哥说的哦 大人小孩老人 女生男生其实都会有 那我们现在生活是属于一个比较忙碌的生活形态 那大部分人其实在平常的时候很少做运动 那很多人是好不容易啊 在这个过年期间有个九天的廉价哦 想说哎身上来甩甩游来做一些运动 那有些人就想说 哎我年轻的时候是个羽毛球的那个高手 那就哎拿起羽毛球拍 就赶快跑到这个运动中心去打球了 那就最近就有个病人就是 哎他就哎好不容易啊 有空了好好可以去找那些老球友来打球 他也没有热身 那他就哎一个跳沙落地之后呢 就在桥腿的靠近脚踝 来附近听他碰一声 他就觉得哎什么脚无力了 后脚会痛 因为那是阿基之间断裂了 像我们大概年纪超大 大概四十几岁左右 我们的肌腱啊 我们的肌肉都比较退化 那他如果没有做很好的一个伸展 暖身 那我们的肌腱呢 在瞬间的那个收缩 有压力之下 他可能就会产生断裂 那这个患者后来做检查 证实是一个阿基之间的断裂 后来我们就用一个比较新的方式 马祖伟创的修复 那大概六周之后就可以复原了 所以这个年轻人 不要靠自己年轻人 不要说笑脸该用 有时这个动作错误 或是一个答案 真的就一丝足成千骨痛 千骨痛 是 那委屈医师 这个是我们这个过年期间 大家就运动嘛 或是休闲 常会的运动伤害 那有时候运动伤害 不局限于这个 比较激烈运动嘛 有时候会比较 这个其他的一些动作 也会造成嘛 对不对 是的 像其实广泛的这个运动伤害 其实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活动 导致的一些受伤 像我们有些人 想说那我去爬爬山而已 也不是什么大的运动 但是他可能就穿着拖鞋 要穿着凉鞋 去走一些步道 那我们步道很多有一些阶梯啊 或是一些二软食铺的这个阶道 这个走道 他有时候不小心一踩 这个刚好就脚踝就扭伤了 那这个脚踝扭伤 如果比较轻的 只是一个腊伤而已 那可能要好好休息 暂时不要做一些跑跳的运动 那六周他就会好 那如果韧带已经是断裂了 然后休息附件六周都不会好 可能就要考虑 做一些核实公正的检查了 那其实那个 我们那个小天刚刚有提到 就是其实运动 还有一些事情要注意 就是说 我们运动的时候要做好晚生 然后做一些 运动完之后 还要做一些缓和的运动 才可以让我们享受到运动的成果 又不会产生伤害 好的 那我们待会先来提首歌曲 等一下王伟勤医师哥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运动呢 之前要做什么软色运动 那我们待会回到热火 RNG的节目现场 你说等一脸愁闻 再来回响 要不要帮你拿水进来 你的好是一场 逗忘幸福的车票 有一个前方可以靠 就不怕被世界祈祈祷 就不怕被世界祈祷 你的好 恶恶恋结了心情的牧草 有一个身影可以抱 就不怕被世界祈祷 变老 我们必须为把小伙伴继续选 啊 哈哈哈哈 你的晴天像柔月光 看那个玻璃是有两层的那位 你的心情像紧紧投上我 本位是两短是个小柔月光 在这里的风景 еты彩蛋 这种 dificult 你的好啊 連結了心情的路上 有一個事可以抱 就不怕被世界 抬鬧 沒有我手還可以 太腿用專門 我被你忘了 什麼呢 你這樣東西抬扎行嗎 你的好是一種平凡 漸漸的微笑 有一個人和你當好 就不怕跌倒了再找 你的好 是風雨不易的吃掉 有一個牆跟我抱到 你亮著燈勇傲 你會能夠過一次 等下帶來 RMG給你自己的聲音 對 很神奇 來 15秒鐘 回見他 Open your mind 就愛教育電台 各位朋友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 熱活RMG的節目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 小田田智欣 那每個週一到週五 早上的10點05分到11點 歡迎鎖定教育電台 彰化分台 熱活RMG節目 每天聽熱活RMG 每天跟著小田快樂RMG 青春RMG 活力RMG 那今天到了星期二 我們要進行的單元是 熱活人物誌 今天的熱活人物呢 我們邀請到來自 彰化基督教醫院 兒童醫院的 兒童骨科主任 他也是個 骨科資深醫師 王偉勳醫師 來到節目現場 那剛剛三段節目當中 小田講到 這個王偉勳醫師很可愛 怎麼說呢 他的臨帶是 小熊維尼 還有一個 熊貞 是小熊維尼 那剛剛 有問這個醫師 怎麼會有這樣的 裝扮呢 他說 其實呢 要擺脫一下大家對這個醫師呢 這個有時候會很嚴肅這種 這種印象 而且他的這個患者 很多都是小朋友 小朋友對這個醫師 如果他覺得很親近的話 小朋友就很願意跟醫師 講講話 講講他的這個 身體狀況 那我們很高興的王偉勳醫師 那又再度回到節目現場 那偉勳醫師你好 各位熱火Ing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個裝扮 您是本身很喜歡這個小熊維尼嗎 我本身胖胖的 而且肚子越來越大 越來越像小熊維尼 因為我本看起來比較快 比較兇一點 那我很怕我的病人會害怕 說這個醫生怎麼好像 是兇兇的 那是不是不敢跟他講話 不敢跟他講病情 那我希望病人來看門診的時候都很輕鬆 就把我當成是家裡的哥哥 爸爸叔叔 或者是那個阿姨啊 或者是他的孫子兒子這樣子 那他進來的話 就可以跟我講他的病情 那我也比較可以知道 那真正的病況才好處理 所以其實這個 誰說醫院一定非常嚴肅病人 他還是一個可以打造溫馨的環境 尤其王偉勳醫師 剛剛小廉就是看他包包裡面 好多這個禮物 隨時要送給這個周遭的一些朋友 那真的是很溫馨 很貼心的一個人 那偉勳醫師 你說你喜歡小熊溫馨 我覺得你好像滿喜歡哆啦A夢 因為裡面根本是這個百寶箱嘛 我有一個 其實我等於是我帶的是一個蜂蜜罐 裡面都很多好吃的 巧克力啊甜點那些 只是那個 因為我本身是比較開放性的醫生 我喜歡病人問我問題 我也喜歡病人跟我討論病況 那我也喜歡病人跟我一起決定 他未來治療的方向 那所以我覺得是可以好好跟病人分享 那另外我周遭的同事其實是承受滿多壓力 因為在醫院工作 我們治療的是人 然後會影響的是生命 所以很多護理師其實壓力都很大 那有時候我們合作完一台手術啦 或是看完一個門診 那我也有時候會讓他們覺得說 我其實是很感謝他們的 那我想要跟他分享一個巧克力啊 或是分享一些小東西 這樣大家可以在工作上情緒會更愉快 所以這個文維新主任 小田把你這個梗破掉之後呢 你今天回去之後 很多這個護理人員會跟在你屁股後面 因為他發現你的蜜蜂罐裡面 到底藏什麼東西 我蜜蜂罐裡面很多 哆啦A夢有的我也有 哆啦A夢沒有的我也有 而且聽說有這個小朋友 拼機目送給你對不對 那個病人 他不敢跟我直接講話 他都透過他媽媽跟我說 那媽媽那個 我們小朋友今天有拼了一個積木 他那個積木是那種小小的積木 然後拼成一個維尼熊 然後還有帶著一個蜂蜜罐 我覺得 我這個小朋友真的是很可愛 那他在治療過程裡面 他其實有時候會不舒服 或是會疼痛 那他都還蠻有勇氣的 就讓我們把這個治療過程完成了 那每次來的時候都有一些話 在家裡想跟我說 來到門診都不敢說 就透過媽媽跟我說 這一次就是過年的時候 都帶了一個小熊蜜罐 我好感動 我就是希望可以給小朋友帶來健康 那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在跟我這個治療過程裡面 也可以成為我的朋友 未來他有什麼學業的問題 或者是他有一些生活上的問題 其實都可以跟我的討論 因為我很多病人 後來病人都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說我們有一些 互相可以幫忙 然後互相可以分享經驗的時候 我們也都很樂於這樣分享 其實王偉勳醫師這個熱活人物 他除了很可愛之外 很無印心之外 他的專業也非常別受肯定 尤其他兒童骨殼這方面 他專業 他其實對運動傷害這方面 有很多的嘗試跟知識 要跟我們分享 醫師我們上一段節目有提到 運動傷害很多都是因為沒有熱身 沒有做準備 那聖誕節目我們要繼續來延續 運動之前最好做哪些防護 或是一些熱身的動作 大概在如果說根據 我們美國運動醫學會的 運動的一個建議 我們運動大概可以出分為四種 第一種就是暖身的運動 大概在正式的有氧運動 或是負重運動之前 大概需要做大概八到十分鐘的 那提升我們的體溫跟心跳 為什麼要做暖身的運動 因為我們的體溫上升之後 我們的肌腱的延展性 跟我們肌肉循環會比較好 就比較不容易發生拉傷 或是肌腱跟韌帶扭傷的事情 那二方面可以讓我們心跳上升 可以準備應付這個 比較劇烈的負重運動 或是我們的有氧運動 那另外一個正式的運動 大概是分成兩種 一種是要耗養的這個是有氧運動 另外一種是要增強我們的肌力 肌耐力跟我們的肌力的運動 就是負重的運動 這些運動都是 大概每週可以做三次到兩次左右 那每次可以維持30分鐘 那在運動後的這個緩和的運動 那是叫屬於靜態的伸展 它主要是讓我們收縮的肌肉可以被拉伸 然後讓我們的在四肢的血液循環 這血液充血的部分 可以慢慢回到我們的內臟跟心臟 那我們的肢體可以獲得舒緩 那心跳可以慢慢的恢復 那所以這四種運動其實都是 一定要搭配這個緩和運動跟熱身運動 對我們是還蠻重要 不管是小朋友或是鷹髮族 其實都是需要注意到這幾個訣竅的 那現在有很多國民運動中心 那很多鷹髮族 那個時間到就進去了 就開始拉起這個槓鈴 我們有一個小朋友 一個老人家 他就是想說我年輕的時候 可以大概舉這個25磅 就開始舉起啞鈴 就一舉一聲 手肘一陣痠痛 二頭肌拉傷了 所以那個一定要做好緩和的運動 還有如果我們很久很久沒有去做這個 原來的這個肌力強度的運動 或是心肺功能的運動 一定要慢慢增加 不要想說 欸我十八歲 我一百多人 這由台東走到發力都沒問題 那現在可能就要慢慢訓練 我們的這個肌耐力跟我們的心肺力量 才不會因為運動而產生傷害 所以其實王文勳醫師講的沒錯 大家九天 尤其很多朋友 九天來都吃吃喝喝 沒有運動 如果你開始上班第一天 或是工作日第一天 開始激烈運動 這個糟糕了 這個運動傷害就會來臨 就會上升 所以很危險 那各位聽者朋友 我們待會來聽一段歌曲跟公益廣告之後 再回到熱火ING節目現場 我們聽陳怡婷的牡丹這首歌曲 我們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待會兒 我們待會兒 行鲜酒 吃醋油杯啊杯 饮整天杯 杯酒 顺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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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暖的世间 真真到对都一吹 一生好处 遇到你一生 梦天 唯是谁人的宝贝 梦点点开 点点水 谁人来一杯 叶叶玛丹落水冬天 唯一牵旁 妈 新闻公众国那边有回酒在这 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回酒在这是该共演北斗 是买贵给人 但在这里的失望如是百分之百 我们就要红环以前 不要影响到我们台湾的生涯 要怎么做呢 有三的麦要做得到 不要去一区牧場 不要打肉如一三品回国 不要去忙碌买国外的肉 你若为几乎打肉一斤 最多会花一百万哦 建置三的麦 守候国三地 全酒在这奥土 以上讲究究没有提供 妈 来煮HPV疫苗吗 小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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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用于感染HPV 也会做得到脂肪腎癌 哦 有做HPV疫苗啊 超做得公大吃上的脂肪腎癌 小婷啊 和他各种的年纪组 效果最好呢 哇 做得以防止公斤癌 很好呢 保护未来警员 抢注HPV疫苗 以送公告由军民健康素提供 你把饮料当作吃饭来喝 真不健康哦 哪啊 毁地一杯饮料的泥量 跟吃饭差不多啊 不肯哦 甘糖饮料有泥量没什么营养素 这种糖吃太多 会让人胖胖不疼气 还会影响健康哦 你很厉害 怎么会知道啊 大嫂 听说大哥这货 人还好吧 劳保补助的申请 我可以替你办 不用麻烦了啦 我上次去医院 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 可以帮忙申请 大嫂 那是劳农保黄牛 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 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劳保局提醒您 劳保各项给付的情灵手续简便 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 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 或到劳保局办事出查询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乐活IMG的节目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田田志兴 那每个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05分到11点 欢迎锁定交流电台 彰化分台 乐活IMG节目 每天跟着小田快乐 IMG 青春IMG 活力IMG哦 那我们交流电台呢 这个收集频率呢 大家要牢牢记住咯 台中彰化跟云立地区是FM103.5 苗栗呢是FM103.9 南投地区是FM98.1哦 那现在外面呢是大太阳哦 时间是早上的10点33分哦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一天哦 那很适合今天这个乐活人物字的单元哦 因为今天的乐活人物也非常阳光 他是来自我们彰化基督教医院儿童医院 谷科的我们的王伟勋医师哦 那他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要跟我们聊聊这个运动伤害怎么办 尤其这个运动伤害之前呢 很多可以预防哦 那之后呢 很多其实也可以来做治疗 或是做复健哦 那王伟勋医师我们继续来聊这个 刚刚讲到这个运动伤害哦 那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办公室哦 我们要怎么样做这个办公室运动 又不会受到伤害哦 有没有这样的建议哦 你本身呢 我本身哦 因为我开刀几乎都站着哦 所以我每次下刀之后 这个脚都很痠哦 所以我就去查房 或看病人的时候 尽量用走的 那我们张剧有个特色 我们张剧是会鼓励我们的员工 做一个健康的这个生活形态的发展 所以我们会鼓励大家多走楼梯 那还有就是尽量就是用步行的方式 啊其实在美国运动医学会 他们美国人也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大家都在上班 那怎么运动 要早30分钟去健身房 好像太远了 那其实他们就把这个每天30分钟的这个运动 把它切个成7分钟或者是10分钟 那就可以比如说在楼梯间走动啊 或是可以用那个椅子 做一些深蹲的运动啊 还有就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在叫办公室就可以做的一些抬腿的运动 这些运动 他们认为啊 这是以鼓励性质让大家呢 愿意动 那愿意动之后呢 再来养成比较长时间的运动习惯 那慢慢的由此来累积啊 那他们认为这样子鼓励的方式呢 可以让我们的一般的不管是小朋友或是大人或是上班族 可以慢慢的把这些细碎的时间给累积下来 这样也是可以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 那我本身就是尽量都是走路 然后或者是尽量使用大众交通工具来做这个增加我运动的时间 那讲到这个缓和运动啊 其实缓和运动如果过量的话 其实又造成运动伤害嘛 像爬楼梯 其实每天这样上下班爬 大概就够了嘛 大概一两次就够嘛 顶多三回嘛 再过多是不是造成这个运动伤害 一个身体负担 因为上下楼梯有些人会走得很夸张 就是不停的在楼梯间上上下爬了跑去 那其实这样子是 因为下楼梯大概会增加我们的膝盖 大概增加五到六倍的负重 那上楼梯大概会增加三点五倍到四点一倍的负重 所以其实这样的负重对于已经关节退化的人 或是像我这种胖胖型的人而言是不太OK的 那如果你真的做这个楼梯的爬楼梯的运动 如果会觉得酸痛 就应该要做休息了 那像一般的我们大家如果去做运动的时候 如果说做完某些动作或是训练之后 会酸痛就应该要休息了 那是身体告诉我们 你这个强度或这个时间已经是让你身体会产生不适了 就应该要休息 万一你真的产生了运动伤害 要记得 千万要记得就是要冰敷 然后用一个绷带把它加压 把受伤的肢体抬高 避免再去使用它 那像如果是一般简单的 就比较轻微的刃带拉伤或损伤 六周内尽量不要再去使用到这个受伤的肢体 它才可以比较好恢复 那如果真的冠结很退化的人 不要说是非得选择单一的运动做选项 像在美国 我们想说美国那里爱太极拳 美国人最近做了大量的太极拳的研究 他发觉就是像我们做的太极拳 他可以预防摔倒 预防骨子疏松 他也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些肌耐力 所以他其实是对我们的一般的民众 也是很好的运动 那像骑脚踏车其实也很好 我们彰化地区有很多U-bike 你如果中间要去办事情 去邮局也可以骑个U-bike 那也可以让我们这个运动到 只是这个如果骑脚踏车 要注意这个坐天要注意调整高低 太低的话膝盖弯曲过多容易磨损 那也可以选择游泳 散步 任何运动的形式都可以 但是就是要注意 这个时间上如果太久会酸就要休息 或是本身已经有一些运动伤害 或是有一些肢体上的损伤 那就要去避免让他再进一步的受损 那我们知道这几年台湾这个马拉松路跑实在好多 几乎每个月到每周都有 那这个马拉松这么多人来做这样的运动 休闲 一定会有很多运动伤害产生 那医生您本身观察这种马拉松路跑这么多活动 大家常常会遇到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跟一些那个运动伤害出现 大概马拉松路跑大概有几个事情要注意 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如果突然要加入马拉松 直接跑全马这是不OK的 因为你的心肺功能没有那么强 还有你的肌耐力跟你的肌力没有那么好 你可能会因为突然去加入这个运动 可能产生一些恨文肌溶结的问题 或者是说你的心肺功能没有办法承受 那你可能就会心脏会不OK 所以原则上如果真的要去做这些跑全马或是半马 事先大概三个月都要开始做训练了 而不是突然就去了 那很多马拉松选手或是马拉松的爱好者 他其实他不是说本身去 就是这个马拉松过这个动作造成伤 很多都是这个路面不平 那他没有注意到 在快要到终点的时候很疲累的时候 可能踩到一个坑洞 或是踩到一个不平的路面 造成脚扭伤这也常见 那还有一些是训练运动过度 造成这个压力性的这个骨头受损 产生压力性骨折 这也都是有发生 之前有一个奥运的选手 他是冠军 他跑回到快终点的时候 结果突然骨折了 这个也是会常见 如果说我们长期的这个马拉松的运动的爱好者 如果你觉得你的小腿会压痛 然后莫名其妙越来越痛 就可能要来造个X光 看有没有产生骨头的一些损伤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要记得补充水分 还有糖分 还有蛋白质 在运动的过程里面 可以用一些甘蔗汁调配水分 再加一些蛋白质 氨基酸的粉末 就可以在这个运动的过程里面 随时补充我们的肌肉所需要的糖分 跟它需要修复的氨基酸 那这样子对这个马拉松的爱好者 可能可以维持比较好的肌力 跟让他在运动后肌肉比较好修复 那医师 大家比较好奇的是 那您就是我们在这个骨科 这段时间了这么多年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案例 你会觉得比较有印象还是比较特别 比较少见的 比较少见 记得那个之前好像就是 台北市市长的一个双城 一天骑完 那我就有一个病人 她是一个女生 她也想要做这个 一日这个骑程的这个动作 那她跟着她的队伍一起骑 骑到脏话 她都酸 双脚好酸好不舒服 然后呢 她就来我们医院急诊 然后我们就帮她抽血 哇 她那个肌肉指数超高的 然后她的一些恒文剂的这个蛋白也很高 然后发觉她是恒文剂中结症 我们就问她说 你多久运动一次 她说 很久没运动 所以想要参加这个骑脚踏车这个团体 跟着大家一起骑 万一骑不来的时候 还可以上那个保姆车 结果呢 她就撑到台中 就来不及 就再到脏话 然后我们医院就诊 那我们就知道说 其他说 她问我说 你可不可以骑回台北 她说不行 你现在就是要休息 多喝水 然后让那个肌肉受损的部分 慢慢回复 然后借由多喝水 让把这些溶解的这些恒文剂的蛋白赶快给她排出 才不会造成肾脏的损伤 所以其实要循序渐进吧 对 不要突然的 所以我们会鼓励的是 在上班期间 可能有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去做一个比较短程的运动 或骑脚踏车 上下楼梯 或是利用我们的座椅 做一些座椅的负重的训练 这些都是很OK的 所以像我们张伟勋医师讲的不错 这个人呢 要软肌跟机器人要热肌 这不能一开始就把它开到功率最高 不然这个真的是 适得其反嘛 所以呢大家呢 运动呢 其实是有学问的 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 卓奕峰的大太阳 待会再回到热火 安静节目现场 因为现在外面是大太阳哦 我多少个晚上 低估寂寞的重量 想跟谁在对抗 庞大的挫折感 我痛却不能寒 想逃到越远越好 没有光海的山上 我可以抬头看 没什么能阻挡 静静天空的渴望 错过的梦 或许也是一样 别去想干不干 离痴起床 至少我有这种 大量 空风暴雨让它去向 你越打击我越强 不结束去陪它下个关卡 我有自己的想法 流言杯雨光它去强 失败接去能量 黑夜很漫长就等待那一道光 我心里始终住着大太阳 世界比想象还糟糕 才让我学会体谅 瘦一点别柔傻 跌倒了又怎样 我没有时间失望 起飞然后降落都很漂亮 别去想干不干 离痴起床 以为我有这种 大量 空风暴雨让它去向 你越打击我越强 你越打击我越强 不结束只陪它下个关卡 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有自己的想法 流言杯雨光它去强 失败的结局能量 黑夜很漫长就等待那一道光 我心里始终住着大太阳 我心里想要起飞 我心里想要起飞 你越来越大太阳 我心里想要起飞 我心里想要起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pen your mind 教育电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热火ING的节目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田田志兴 那每个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 零五分到11点 欢迎锁定教育电台 彰化分台热火ING节目 每天听热火ING 每天跟着小田快乐ING 青春ING 活力ING哦 今天是星期二 我们今天单元是热火人物志 那在最后一段节目当中呢 我们要继续请到 来自彰化基督教医院 儿童医院骨科主任 王伟勋医师 王伟勋医师刚刚我们前几段节目当中讲到 运动伤害很多种 尤其像马拉松啊 或是一些一般在走路就会运动伤害 那现在尤其开选 很多这个 我们学生的开始要运动 那不管学生还是上班族也好 开始运动 很多运动的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我们继续请王伟勋医师跟我们聊一聊 像现在开学啊 开工的 很多像我们打篮球啊 这个棒壘球啊 常常这样的运动 那是不是常常大家会忽略 这种很潜在的这个运动伤害 在这些棒壘球啊 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篮球的运动 常常就是会发现 很多选手或是很多这个学生 他其实都不是在真的要运动的时候 说他可能都是在旁边玩的时候 在篮球场旁边玩的时候 一个坑洞踩到扭伤怎么样 那还有一些就是说 他没有穿好鞋具 穿好护具 就去运动 有些人就穿着这个 拖鞋就去打篮球了 他就不小心那个拖鞋 那个夹脚拖 那个人质拖就断掉 他就扭伤了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说 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不是真的比赛 就是同学在玩 那我们同学其实都蛮认真 就好像把他当成有奥运奖金300万这样子 我都打得很激烈 这种这种接触性的运动 有时候打完 就是踩到对方的脚落地的时候 踩到对方的脚 实质按照就拉断了 或是帮外板受伤 这种常见 我们是建议就是说 如果是同学之间玩 这个比这个篮球的运动 可能稍微不要那么剧烈 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那如果是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学生的族群的这个运动选手 这是要只要注意好这个暖身跟运动中的安全 其实都不太容易受伤 那很多是在这个竞技型的比赛的时候接触的到会 比如跆拳道 或者是打篮球会互相会撞击到 这有可能会在落地 或是撞击的时候摔倒 就会产生手腕的软骨的损伤 或是时任的断裂 那这些都是在如果是只是扭伤 都可以好好休息就好了 那如果真的断裂需要做修复的时候 其实现在都是用微创的手术 它这个伤口都非常的小 那像大文西手术已经伤口很小 其实我们骨科使用的关节径的这个伤口 大概都是在一公分左右的小伤口 就可以把一些韧带做重建 所以如果万一受损 你就不要害怕看医生 那还是可以做修补 还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些年轻的族群 包括学生或是年轻的上班族 他还是想要维持他这个运动的生涯的时候 或是运动的习惯的时候 都可以藉由这些手术 让他恢复他的活动力 那大部分都在三个月的复健之后 就可以重新回到比赛场上 或是他习惯的这个运动的强度 那我们万一讯事讲的不错 很多这个年轻朋友呢 包括小田 这个在玩棒球也好 那虽然不是拼奥运金牌 但是有时候拼命散场的精神就跑出来了 有时候那个要媲美这个NBA 还是大联盟 这个五星级的这个手臂 那常常会反而受伤 然后这个伤位很久好不了 常常这样子 有时候小朋友进来或是这个学生进来 我说你三百万有拿到吗 他说没有 我说你就不用那么拼命了 很多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比赛要有运动精神 要努力去争取这个胜利 这是OK的 但是就是要切记 自己小心自己的平常的准备 鞋具的准备 都要穿好 像有些鞋子鞋底已经磨损了 已经歪一边了 或是已经没有防滑的能力了 就应该换鞋子 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真的要去做运动 不要用玩乐性质的心态去看 你鞋子没穿好 都穿个运动鞋 或是穿个拖鞋 或是打自己的时候去比赛 或去玩 可能就会造成自己想不到的伤害 伟训医生讲到这个 那小田觉得跟一些道理蛮相通的 这轮胎都会磨平 那鞋底磨平 一样会打滑 是的 尤其是现在有一些篮球场 室内篮球场 它那个PU的 稍微有点汗水就很滑 那你如果鞋子磨损了 就不太OK 那应该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鞋子 会是比较OK的 那有些人真的是穿着皮鞋就开始打了 那皮鞋也没有什么坏处 但是它就太硬了 它打完之后 那个跳落地之后 它一受这个力量 居住没有什么避震 就直接传到我们脚底 所以打完之后 那个脚底会产生一些 肌腱的发炎 或是说直接受力 传达到我们的腰椎 会产生腰部的疼痛 都会发生的 虽然有些是看不见的伤害 而且是慢慢增加的 你发现的时候 其实已经一段时间了 对 很多都是等到自己来的时候 才发觉 原来自己为什么会腰痛 一进来 就是他的坐姿站姿 或是他的一些 平常的运动习惯 都不太OK 该做的这个姿势都没有做出来 就会造成一些伤害 那伟薰医师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他其实长时间已经造成运动伤害 但是他不知道 他觉得没有痛 那其实也没有在意 我有一些患者 他是像十字腊 那他肌力很强 所以他可能可以靠旁边的一些 股市投机 或是后侧的大腿 去hold住他的膝盖的稳定度 那他这是越踢越踢 他可能比赛 以前受伤以前都是可以拿冠军 可以打到前两名 那现在开始打 前面都OK 但是他这个肌耐力 这个旁边的肌肉组织 在可能16强 8强都还hold得住 等到后面4强的时候 他这个肌力已经不够了 而且对手也越来越强了 他的关节稳定度不够支撑 他就比赛就会败阵下来的 那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等到来到医院做检查 一拉才知道自己的关节是松的 或是做完盒子公认才知道自己的韧带受损 或是软骨受损 那时候都他们才会知道 原来为什么我最近成绩退步 他可能在一次这个练习中的伤害 他可能以为只是肿了一下 等到肿消了就继续去做训练 那其实这样是对专业的选手而言是不太OK的 那一般的民众也是要注意 就是说如果肿胀消退之后 然后还是这个六周的休息还是没有改善 就可能要赶快来医院就诊 来做一些检查或是士气的治疗 才可以延续他的这个运动的生涯 那有些民众觉得 我的运动手要不要紧 我都没处理 那根据统计 台湾的这个健保资料库统计 如果有实质韧带受损 或是一些韧带断裂受损 那个地方的关节 他就可能会比较早退化 这会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 在年纪轻的时候 都产生比较严重的关节炎 所以即使一般民众不是运动选手 如果有一些运动伤害 还是要主动的这个球衣 对他的这个 以后的这个关节的完整性 跟可以使用的比较久 可以做到比较好的一个保养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 现在很多这种职业球队 很多职业球员 他们最怕在春训的时候受伤 因为整个球技可能会影响 尤其这个实质韧带 很多选手在实质韧带这个部分 好像常常受伤 对 其实因为膝盖的结构 它是比较大型的 它结构比较复杂 它是三个骨头构成的 有病骨 骨骨跟颈骨构成 那里面又有四条很重要的韧带 有内侧副韧带 外侧副韧带 前实质韧带 后实质韧带 还有内侧帮韧带跟外侧帮韧带 这些更带有一个损伤 或是帮韧带有一个破裂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关节的活动 那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可以提醒大家 这膝盖如果有肿起来 有血肿起来 大概本来这其实是实在那里受损了 那还有一些部分是属于 帮韧带的受损 所以如果你去就诊的时候 关节抽吸出来是 里面的那个肌翼是血 就要小心是不是有些韧带的损伤 或是帮韧板的软骨的破裂 这时候就要特别的小心了 那像我们知道台湾这个跆拳道 蛮风行的 尤其很多道馆 那很多年轻人在跆拳道这一方面 他们的运动差略 比较常见是哪些呢 大概有几方面 一方面就是 有些是手部 手部的受伤 有一些部分是脚的受伤 那脚的受伤 大概就分膝盖跟脚踝 有些是在这个 单脚站立做一个踢的动作的时候 脚踝去扭伤了 他的前侧的聚骨肥骨韧带的损伤 那我最近就是有一个体育大学的学生 他就是在 他不是在比赛中受伤 是在练习中 我们很多选手 有时候在练习的时候 会比较没有那么注意 这个自身的安全 他也就是练习 可能就是对自己的同学不会太出众手 可在这个不小 这个没有特别注意的过程里面 常常就踢伤了膝盖 或是踢伤了脚踝 那有些部分的人是他可能摔倒的时候 手去撑地 让手腕的一些三脚纤维软骨受损 这些都是有发生 像最近这个有一个选手 他是应该是看起来是蛮有金牌希望的 他任代有受损之后我们就趁他这个比赛跟比赛中间的空档 他一比赛完上个月比赛完大型比赛之后 他年轻的时候可以保有他的韧带或是关节或是他的这个运动的这个组织的完整性 那如果有受损的帮他修好 如果还没受损的希望可以鼓励他维持好一个健康的运动的这个习惯 那不要再受伤 那希望他可以有朝一日为我们台湾可以争光 我们张华吉他医院是一个台湾的台中地区的这个运动伤害的这个 有加入这个体育署的运动伤害防护网 我们会全力的协助所有的这个 不管是运动选手或是一些学校员的学生受伤的时候 我们希望可以协助他可以在第一时刻就医就诊跟诊断和治疗 好的 我们开心了 今天来自彰化基督教医院儿童医院骨科主任王伟勋主任 跟大家聊聊这么多我们运动伤害该注意的事情 那反正运动就是要缓缓嘛 缓慢缓慢 所以我们最后一首歌曲 跟大家来say goodbye 连续节的缓缓 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热火 安住节目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eSpacito 黄昏的肠空万绵无效 任着呼吸却还是气味相投 其实不在身边也能记住 はい 我要给你天空 我要给你战斗 我要陪你作风 我要让你守中 我无为你定做 传熟的思念宇宙 我要给你天空 我要跟你转动 我要陪你战斗